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在近年来的音乐圈中 周深的名字已经成为了狂野与魅力的代名词 它的演唱会更是让无数粉丝为之疯狂 而在众多演唱会中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 它那场被誉为最狂杂场的演唱会 那是一场集结了无数音乐狂热者的盛宴 也是周深向全国粉丝展示自己音乐才华的舞台 在这场演唱会上 周深不仅展现了自己独特的嗓音和精湛的演唱技巧 还通过与现场观众的互动营造出了一种无与伦比的热烈氛围 演唱会的重头戏无疑是那首在中国范围内风靡一时的歌曲 记得那是一个夏夜 周深在舞台上独自站立 清亮的眼神凝视着前方 随着伴奏的响起 他开始了他的演唱 那是一首歌 一段故事 一次心灵的触碰 他的嗓音如丝绸一般顺滑 如山泉一般清澈 每一个音符都如同在他的掌控下跳远 他的歌声穿透了黑暗 照亮了每个人的心 随着歌曲的推进现场的气氛也愈加狂热 周深以他的才华和激情引领着每一个听众近日的 他所创作的音乐世界 在那里没有现实的束缚 没有社会的压力 只有对音乐和自由的热爱和追求 那首歌的影响力可以说是现象级的 他不仅在短时间内获得了超过15亿中国人的喜爱和关注 更让周深成为整个娱乐圈的焦点 他的实力和才华得到了广大听众的认可和赞赏 许多网友在听完那首歌后纷纷表示 被周深的绝对实力所震撼 他的才华和激情不仅让他在音乐圈中展露头角 更让无数人为之疯狂 距离周深北京九周年深深感谢你 感谢专场演唱会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 但与之相关的话题讨论还在持续飙升当中 不论点开任何一个社交媒体 都能在第一时间看到相关的路透视频 或者话题讨论 除了自家歌迷沉浸其中 难以自拔外不少路人 也都给予周深五星好评 能够俘获万千观众的芳心 劳魔周深十之名归 整场演唱会看下来没有任何一个废镜头 惊取一首接着一首 除了可以听到周深的天籁之音外 演唱会上还出现了不少感人时刻 尤其是独性环节周深的一系列走心言论 戳中了很多歌迷的泪点 其他艺人开演唱会可能只是为了捞金刷存在感 而周深开演唱会只想感谢九年以来 一直支持自己的歌迷朋友 为了安慰没抢到门票的歌迷 还特意发言表示未来一定可能相见 事实又一次证明周深才是华语乐坛 当之无愧的优质偶像 当然了今天要聊的主题 并非九周年演唱会上的名场面 而是周深在北京卫视的热度 由于舞台2023的持续热播 很多歌迷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腾讯卫视 殊不知点开北京卫视同样可以刷到 关于周深的高光时刻 就在8月23号晚8点 北京卫视不按套路出牌 在没有任何高调宣传的前提之下 开启了周深温暖重映直播模式 主题名为歌手周深珍藏极紧一次性放送 本以为北京卫视只会直播一天 结果万万没有想到 截止到目前为止 关于周深的高能舞台直播 依然霸榜于APP的首页 据相关数据显示 北京卫视热度最高的艺人共有两位 一个是周深另一个是肖战 二人都是华乐坛的正能量偶像 高光时刻可以一直出现在官媒的首页 可见周深在北京台的心中地位有多高了 警戒写得特别走心直呼 他的歌声能治愈人心 极具辨识度的声线 仿佛一缕阳光照进心田 何须温暖 简单一句介绍说出了很多歌迷的心声 要知道在歌迷心中 周深始终都是那个照耀着 我们努力前行的小太阳 在他身上确实有太多东西 值得我们学习了 果不其然 北京卫视把周深之前 在北京台的表演 都通过直播的方式放了出来 尽管歌迷生米早就看过了 但在官媒的APP上 和其他网友一起观看 观影感受完全不同 开头一上来就是2023北京工体跨年演唱会的名场面 周深老格新唱为屏幕前的观众带来了 精味族曲《温暖如你》 演唱的曲目分别是电视剧《渴望同名》主题曲 《贫嘴张大鸣的幸福生活》主题曲《日子》 《我爱我家》主题曲 为一句无声的诺言 以及东北年代巨人时间的主题曲《光字片》 对于年轻瑞典的朋友而言 可能前三部剧并不熟悉 但对于北京土著而言 渴望贫嘴张大鸣的幸福生活 《我爱我家》陪伴了我们整个童年 而他们的OST主题曲 也早已刻在了我们的DNA里 周深的教科书是唱功开桑 第一句就把北京孩子带回了那个童年 跨年演唱会上线之后 超过60%以上的北京人都在微博表示 看完周深的表演 忍不住又刷了一遍三部经典年代剧 至于《人世间》和《光字片》就更不用说了 频繁亮相与各大颁奖晚会 时至今日再次听到周深的歌声 依然可以回想起主角 周炳坤和郑娟在剧情的情节 唱完《光字片》后 周深将四首金曲《无缝行接》 完美融合到一起 如同歌单所讲 温暖如你 乍力唱功 让所有屏幕前的网友都感受到了温暖 值得一提的是 在北京人的眼中 在鸟巢开演唱会并不是新鲜事 只要证明一位歌手有没有实力 要看他在公体也没演出过 毕竟公体陪伴很多北京人的成长 而《大魔王周深》早就做到了这点 在他的加持之下 北京卫视的跨年晚会一路吊打其他卫视 热度至今霸榜 很多北京人的朋友圈都转发了周深 和天后田振的表演舞台 紧接着放了周深在 谷建分音乐会上的高能表现 演出当晚 周深再次彰显榜样力量 在前辈谷建分老师的面前显得十分谦虚 而且目光注意力一直都在老师的身上 当主持人喊出主角 谷建分的名字后台上的艺人 只有周深主动走下去 缠服恩师 如同网友说的一样 细节见人品时刻都在散发着偶像光芒 分别演唱了卧龙银跟歌声与微笑 火生生把一场音乐会变成了殿堂机表演 说了在北京卫视的各大高光舞台之外 还放了不少金曲MV 分别有欢迎光临的ICU 大江大河2的 和光同城 紫禁城纪录片主题曲光亮等等 全都是歌迷朋友心中的心头爱 知道的以为是北京卫视在直播 不知道的还以为点进了周深的专场 再看评论区好评一遍 所有北京网友都对周深的歌声再不绝口 有人说周深YYDS 也有人被周深的颜值全粉 话说到这周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正能量偶像 不知道大家都看了北京卫视的直播没有 你们都觉得如何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